12月28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的原审被告人杨光毅强奸案进行公开宣判 撤销原二审判决 改判杨光毅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2018年10月4号 该案受害人10岁的百香果女孩小燕子杨某 在卖百香果返家途中 被同村29岁的杨光毅持刀刺伤双眼及颈部并强奸 杨光毅在施报后 拿走小燕子卖百香果所得的32元 后将小燕子抛尸在一山坡处 小燕子家的百香果林就在家门前 如今长满了杂草 从果林沿田间穿过他遇害时的竹林 便是杨光毅家 相距不过数百米 案发后 小燕子的母亲陈李妍却再也没有走进那片竹林 2019年7月12号 广西青州中院对该案进行一审 判处杨光毅死刑 当时收到这份判决 陈李妍以为案子终于可以结束了 总算还给小燕子一个公道 家里也打算给小燕子办后事 重新开始生活 但2020年4月7号 广西高院二审认定杨光毅的自首情节 对案件侦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改判其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并限制减刑 该案的改判结果引发舆论热议 对陈李妍来说也是再一次的煎熬 2020年5月10号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该案的终审判决进行调券审查 2020年12月15号 该案再度开庭审理 如今该案终于尘埃落定 判决认定了强奸罪一个罪名 但是我认为它也是尊可考量 在所有的犯罪行为和犯罪事实 我认为判决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之前我们申诉的罪名虽然说有三个罪名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法律认识的问题 但整体判决出所有内容都是依据非常充分 而且事实也非常清楚 我们对判决结果表示认可 现在还晚年要公道了 我们要把他又吐了 总算化缘已经得到了惩罚 我外甥女可以安息了 希望我今后通过政府帮扶做好好事 明年重新开始吧 坚强的生活 我带好安女 就陪他们读书 上学 今后坚强的生活吧 不要这么悲观了 反正事情已经解析了